準備好了 保留 我在2008年遇到一個交通意外 當時只是21、22歲 但一個交通意外 就令我在一晚之間抱著一隻腳 所以這一段時間 就是我心情最差、最谷底的時光 想回頭一、兩年做殘忍人士的日子 都真是挺艱難 後來發現原來儘管身體有殘缺 我們仍然都可以去做運動 所以每個星期 我一次打羽毛球日子 就成為我最期待的時刻 我覺得我人生裏面是撞對了這次車 我可以代表香港出自不同的國際比賽 去不同的地方認識很多不同的朋友 可以跟著自己生活的模式去生活 令生命變得一切都有可能 我想大家都知道羽毛球一直以來 在香港都很受歡迎 我發現原來香港市民 對我們的認同和認可大了很多 我們有時在街上 都會有很多不同的陌生市民 走來跟我說 你要加油 我看到你好辛苦的 如果要說一些人 在我生命裏面 令到我站起來最重要的 我想媽媽和我太太 是兩個最重要最重要的支持 對我來說 人生不是一條直線 就正如我小時候 我不會知道我長大後會經歷一場意外 現在我代表香港出去比賽 不會每一次都知道自己的結果是贏 還是輸 會拿獎牌 還是還是首圈出局 甚至我已經是一個 叫做成功的運動員 我都不知道我未來的路 到底會是 繼續成功 還是繼續不成功 去到終點 看回頭 其實我們可能繞了路 走出來的 從來不是一條直線 有高高低低 但是你應該要欣賞自己 經歷過每個高高低低 而最後去到我的終點 是你付出努力 而換你的結果 快要退役 我不捨得羽毛球帶給我們一齊 包括我一直以來十多年的對手 沿路上支持你的香港的市民和球迷 我們陳真人士 會用有限的身軀 創出無限的可能 我也希望大家是健全人士 你獲得的機會或者能力更多 所以遇到困難的時候 千萬不要放棄 儘管黑媽媽看不到前路 但是繼續走下去 應該會見到光 是一定會見到有光 好